美國由於洪水、強烈風暴和冬季後期出現的龍捲風 已造成最少四人死亡 並且在中西部地區到南部地區造成大量破壞 美國九個州部份地區已發出洪水警報 因為過去幾天連江暴雨已使河流開始超越境界水位 許多縣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俄去俄河河沿岸的多個城鎮已被洪水沖入 星期日這條河在肯塔基州的主要城市路易斯維爾 和俄去俄州的新生拿提市達到了20年以來的最高水位 星期六在顏色州和田立西州最少發生兩次龍捲風襲擊 摧毀或破壞幾十棟房屋 據天氣預報 該地區今個星期不會出現太多干旱 並且預測天氣會多雲和潮濕 至於美國南部和東部氣溫將會高至平均水平